大家好,我是Skipper,欢迎来到这个React的课程 那么本系列课程呢,是一个比较综合的课程 从React开始,到React Redux,到React Loader 把这React的全家桶给学完 这三个部分呢,应该都是现在前端届最难学的一个部分了 因为React呢,有非常高的一个壁垒在这 首先,第一个壁垒是,它是一个Facebook研发的一个框架 为什么呢,因为开始Facebook对市面上全部的MVC框架都不满意 对吧,谁叫我们牛逼呢 所以呢,他们决定自己去构建一个这样的框架 所以呢,就有了React 并且呢,有个非常成功的例子,是用React构建了Instagram 这个程序呢,就是外国一个朋友圈这样的东西 你可以把照片发上去,然后会有很多人给你点赞 那么React呢,很多地方学不懂 它的模式呢,比较复杂 包括,学完React的时候还不够 还得学React Redux, React Loader 这样呢,React才能作为一个完整的框架去使用 就说你只学React的话,都还是不够的 还不算是一个真正的框架 比如说一开始我们学这块的时候 很多人会说,我要学第一个框架了 在学完之后会跟你说 这其实不是框架,只是一个类库而已 那么现在呢,我们学习React 就是真正的一个框架了 React框架,难学一点呢 在于它的结构非常的大 对吧,是一个全家桶 另外一点呢,是它引用了很多新的特性 包括它的开发思想 完全全新的开发思想 它的开发工具 用Webpack或者是别的开发工具 都是全新的 所以对很多人来说呢 其实是存在一定的壁垒在这儿的 所以呢,这节课会从一开始 最简单的安装这开发环境 跟开发工具开始 去教大家怎么去写React 但呢,在这之前 我们会有六个纯原生的demo 非常非常简单的demo 来学会React的开发模式 好,首先我们看一下React的一些特点吧 先从一些虚的开始 它的特点呢,是主件式开发 虚拟dome JSX 单向数据流 但呢,这些特点 你现在呢,只要先看一下 不用去深究它的特点是什么 现在还不是时候 React的一个特点呢 是主件式开发 对吧,在构建网站的时候 将网站的每一部分考虑为一个主件 比如说我们之前 应该都用过一个框架叫bootchop 这个框架的特点呢 是它有很多html是写好的 对吧,并且引入了这些样式 那么你要用一个按钮的时候呢 你就把它按钮复制粘贴过去就可以了 开发网站非常快 大家应该也感受到了 按这样的模式来开发 但是这样的模式开发 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需要重复的 去复制粘贴html 每一个页面之间 或者说每一个主件之间 它们之间的关联性非常的弱 那么整体一整个html 看起来呢,还是非常的乱 我们学习React的时候呢 其实用的也是这样的一个思想 构建网站的时候呢 将网站每一部分考虑为一个主件 比如一个按钮,对这按钮进行复用 更新组合 都会让我们的开发更加便捷 更加迅速 以及更加容易维护 这是第一个特点 对吧,主件是开发 那接下来呢 是它的单向数据流绑定 单向数据流绑定的意思 就是我们的操作 只修改数据 数据去更新这个界面 那这个怎么去理解呢 我们举一个反例 一个例子是 当我们用jquire的时候 大家还记得是怎么用的吗 我们用jquire的时候 一般来说 我们在页面中的操作 比如说我们挂一个监听器 onclick,对吧 我们挂一个监听器的时候 往往呢会修改这个界面 然后呢同时去修改这个数据 待会呢会有个例子 去跟大家说这个区别啊 比如说我们有个点赞的按钮 然后点赞之后 它会变成一个别的颜色 比如变为绿色 表示你点赞成功了 对吧 那么你现在直观的想法呢 是用onclick去改变它什么 改变它的CSA样式 那么这个所谓的样式 html结合起来呢 这一部分就是我们程序中的界面 就是说你的操作会先修改这个界面 对吧 这是大家直观的一个反应 然后另外一个反应是什么呢 数据 在修改数据 什么叫修改数据呢 比如说我们要记录这个点赞按钮的状态 比如说你在 用这块对后台进行一个提交的时候 你得知道现在程序状态是什么 它到底有没有点这个点赞 对吧 那么如果有的话 那么你再根据这个按钮的状态 去设置一个变量 比如说alike为true 或者false 对吧 你会做一个这样的事情 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的操作会同时去修改界面 也会修改数据 那这样呢 会给我们的管理啊 带来很大的麻烦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会用几个例子 去给大家讲一下 什么叫单向数据流绑定 以及它优势是什么 但是呢 在这个之前呢 咱们还需要一个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先去看一下咱们开发的软件和工具 所要求的是什么 首先我们用于构建react的一个工具呢 是基于node.js的 然后呢 开发的这个编辑器呢 是vscode 调试工具是chrome 首先我们从node.js开始 我们打开这个chrome流氧器 对吧 百度.com 打开百度之后呢 搜索node 好 那么我们打开node之后呢 然后现在我们找到这node.js中文网 在上面呢 有个非常显眼的一个下载按钮 对不对 下载按钮 我们点击下载 然后根据自己的操作系统啊 选择适合你的版本 如果是windows系统 并且是64位的话 你应该下载这个msi 这一个安装版的 那如果是mac系统呢 那么你可以下载这个64位版的 对吧 在这里呢 下载安装的过程呢 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反正无脑点击下一步就可以了 那么安装完之后 或者说怎么知道有没有安装成功呢 首先我们打开这个终端 在这个windows上呢 对应的叫做cmd 对吧 cmd怎么打开呢 啊 待会我们会录制一个windows版本的 给大家讲 先你这个mac版本来说明 首先我们安装完node之后 输入node 那么你会看到啊 这里呢 会出现一个小箭头 表示进入了这node的一个交互环境里边 那么如果你安装不成功的话 它会告诉你node 比如说我输入一个错误的指令 给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我输入一个nood 对吧 咱们是没有这个指令的 输入 它告诉你command not false 命令没有找到 就如果你正确安装的话输入node 它是会有个小箭头 然后呢你可以在里面尝试输入一些javascript代码 比如一加一 啊 一加一等于二 对吧 这时候就表示你的node安装成功了 node的安装成功 第一步搞定 现在我们来进行第二步安装vscode vscode在微软的官网下载就可以了 好 打开vscode官网之后呢 就点击这个download for mac就行了 当然呢 如果你是windows系统的话 这里是download for windows 点击下载 无脑下一步安装就可以了 打开看一下 因为我电脑上已经装过了 就不给大家演示这个装的过程了 就点下一步就行 打开vscode 它的界面呢 应该是相当简单的 开发工具完善了 node.js vscode加kroom 那么现在呢 我要以这个我们一个demo 就是我们就要做出一个项目 一个官方的一个景致器游戏 的一个例子给大家看一下 怎么去运行liate呢 就这些了 大家看一下就可以了 ok看一下就可以了 就是现在大家的还不懂 对吧 这个官方的例子呢 在这个liate官方的教程可以找到 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子啊 一个官方的一个 给出一个景致器小例子 它有什么功能呢 就是点击这个 对吧 可以下棋 两边可以切换 赢了之后呢 这边可以变为一个红色 表示你赢的是哪一步 对吧 更加神奇的这儿 这里呢 有个时光机功能 你可以在这倒退到某一步 对吧 倒退到某一步 比如倒退到第一步 然后呢 我再下下一步 再倒退到第一步 我再下一步 我可以毁棋 对吧 这是一个适合跟女朋友玩的游戏 然后呢 我们再倒退 再下一步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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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的文字呢 也会相对于改变 这里还有一个按钮 order step 什么意思呢 它能够去根据这个排序啊 将这个 毁步这个排序 给你排好 对吧 这倒序 正序 倒序 正序 对吧 怎么用 React 建筑建你这么一个工具呢 相信你在学完这个例子之后 不仅会谎言大悟 另外呢 你会爱上 React 看完这个例子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是去看六个纯原生的demo 学会 React的开发模式 就这几个demo呢 是完全零基础的 只要会HTML CSS JS 就可以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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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